您好,想弄点啥? 您好,我有一个过去的猪穿的东西 想让你先看看 想让我看看 您看看是不是过去的 这东西,按理来讲 这肯定得是过去的 我今天来的努力就一个 想让你给我把上面的绣 给我去掉 绣去掉 为啥要去绣啊 这 别踢了 您知道这是国庆 按祖传的一把刀 祖传的一把刀 在家里边祖传多少年了 有什么含义吗 含义,这个东西到现在我要练飞刀 练飞刀 拿这个 您知道按照祖传是谁不是 祖传是谁啊 棉被姓李 是李 李四民的后代 有一名听着我 小李飞刀 谁?小李飞刀 小李飞刀 李太花 李循环 你看看是不是过去的 这是从明代 都开始穿下来 明代 明朝 就穿下来了 已经穿几百年了 穿几百年了 我得练不能死穿了 不能失穿了 把那个灰刀绝技给捡回来 对 你这看来是有想法 那真的有想法 你光练这个不行啊 你得人家说了武功绝学 不得有武功秘笈 这就不用管了 他甲那边都有一点甲 不用管了 其实我跟你说 有那个 我可以在火市场给你淘一本 什么小李飞刀 不不不不 啊 猪上有铺 有 对 有浓密机的铺 行 我下面跟你说一下 这个刀啊 确实按理来讲 应该是老的 是吧 但是这个东西 可不是以前的飞刀啊 这个算是战国时期的 一个叫什么奇名刀 奇名刀 那反正不将杀刀 只要是刀 都管用 啊 并且他不是说 就是用来就是扔啊 或者啥的那种飞刀 嗯 这是以前的一种货币 就是钱 钱 你北江签不签啊 我不买 啊 我不卖给你 我不是不是 我不是说 我没说搜 我只是跟你说一下 这个东西啊 它是属于铜的 它硬 说句实话 这稍微一使劲 能把它掰断 嗯 能把它掰断 明白吗 你白江散下 我摸 你把锈去了 我跟你说啊 你就把它当飞刀 你这 你最起码刀得有刀刃吧 嗯 这就没刃 有刃 你白江有没有刃 你那锈锈去了就行了 我跟你去不了 嗯 你这样你回去先把它 刃给磨开 好不好 磨好了之后 你再过来让我给你去锈 好吧 来来来来来 我一说 今天我来的母迷就是叫你去锈 去锈 我去不了 哈哈哈哈 来你还收着吧 你收着吧 战国也好 命靠也好 反正这都是家里把穿下来的 家里穿下来的 有那间了 有那么多 我想把这个绝迹给捡起来 就那间了 行我给你磨不了 来你还收着 我干不了这事 来 不是嘞 这是一把刀 你害怕你害怕给我弄坏了吧 不是害怕弄坏了 这个刀首先就它因为在地上埋了时间长了 你稍微一碰弄不好它就弄坏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它也不是说扔飞刀用的 你不会就不会了 你看你我弄不了弄不了 不好意思 你另请高明 好吧 好 好 再见